日前蓝头县府在草屯护震事务所 办理第二场泄民时间 由县长黎明珍及议员李周中 简警贤简俊警的陪同相 逐一聆听民众的陈请 现场供缩李九件陈请案 希望协助泄民解决问题 很多我们所有的鄉亲 对到管政府诉求 希望可以恒之 对到管府所有各方面各国心 来帮忙 很多的疑点 堵楼 堵楼的设施也有 土地纠纷 总共 管府担任所有各国心的主管 可以现实及时 来立法成为最好的改冠 这次的泄民时间 以土地纠纷案居多 大多是地极土重测后 引发的争议问题 议员简俊庭相信 县府外来会提出相关配套措施 也会尽全力协助 减少民众间的增值与社会问题 所有的管民都希望管府可以 提出一个极土最好的办法 来改冠等级以来 这土地所参生这些求分 我相信管长 他虽然不只说妈想给他改冠 但是一定回去够找相关的幕僚 愿意一条 很好的办法 我希望管民宿目以待 给县长时间 县长相信会帮我们解决问题 目前各乡镇已经陆续在进行第二场宣明时间 议员检警嫌也认为民众借此机会 可以直接陈情案件 让县府等相关单位能够看见县星的需求 还能免去公文往访的时间问题 我们的管长是行动派的管长 可以说他重任到这段已经第二次 来到我们的超顿 接受到我们民众的亲信来丁城 可以说案件非常多 我们所有八选需要啥 八选是爱啥 让他们能够正出福利 甚至一些当年的案件 统统一直在这里改冠 不用再走到冠府去 不用再经过 我们民宿和桃园 这可以说是非常好 议员相当重视宣明的权益 未来也会持续追踪集监督 也期盼县府能够更主动积极 办理民众的陈情案件 提供更好的居住环境给宣明 明映新闻 中博军 草囤 采访报道